詞曲 李宗盛 初音樂 李宗盛 他的辯解是說 師尊是應生佛 他是法生佛 法生佛跟法生佛開會 應生佛是不知道的 你知道嗎 法身佛是多大 十三地的佛才是法身佛 壁羅遮那佛才是法身佛 十一地的佛 像觀世音菩薩那還是報身佛 十一地的佛 五佛都是報身佛 五佛只有壁羅遮那佛在十三地 他是法身佛 你也是法身佛 那不得了啦 世尊是應身佛 就是人間 在人間而已 所以不知道天上的事 有可能這樣子嗎 大家用邏輯推一推就知道了 還是吹牛 好啦 不講他 謝謝大家 大家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小蝶